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SCode的插件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订阅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VSCode Joe IO万能的画图插件 咱们都知道 Joe IO是一个免费的云端画图工具 其实在VSCode当中 咱们可以以插件的方式把它导入进来 这样的话 咱们VSCode也具备了万能画图的功能 今天我就给您来介绍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VSCode万能的画图插件 Joe IO integration 该怎么做 首先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Joe IO 对吧 我给您访问一下Joe IO的网站 咱们看看它都有什么功能 好 马上开始 Chrome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Joe IO的网站 它可以说 您画的图存到什么地方 我一般都是存本地 先不管 然后在这地方 比如说我建一个图 什么图都可以 云图 各种各样图 是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对吧 咱们就随便建一个 比如说流程图 是吧 这样大家请看 它会默认的在云端有这么一个流程图 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而且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图标 咱们如何设计咱们的系统 设计咱们的网络 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听了多如牛毛的插件 比如说您想做这个类图 想做ER图 想做这个UML的类设计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没有之一的好 好吧 OK 这个工具好是好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它是云端 咱们每次都连云去用 当然了 咱们本地VSCode 也是要连云端 但是也能够脱机使用 我今天给您讲解 就是说 咱们在咱们VSCode中 怎么把这个好用的工具导入进来 这个是我今天要给您讲的课题 好 那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今天咱们其实就是要在VSCode中 安装这么一个插件 叫做joe.io integration 咱们先访问一下它的网站 其实这应该是VSCode的市场 咱们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插件 好评率 有五星 居然没有点 而且大家请看 下载超过了10万 应该说 这个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对吧 那么咱们今天就安装到本地 并且简单的运行下 看看它的效果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咱们进入到插件的部分 然后输入joe.io 我这怎么还大写了 大家请看 出来了挺多 这个咱们不要装错 咱们要找10万插件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 好不好 这下面几个 您也可以试一试 但是呢 我今天给您讲解的 其实是这个插件 咱们就装它 Let's go 这个安装应该会很快完成 OK 完成之后是这样 完成之后 我的习惯一般都是把这个VSCode关掉 然后重新再开一个 保证它所有的设置都能够生效 OK 然后咱们怎么用这个插件呢 很简单 咱们比如说 我就在我这37克的目录下 咱们击 咱们击 咱们别击右键了 咱在这儿新建一个文件 好吗 比如说咱就叫做 Test 点 点什么 扩展名非常重要 叫做 Joe Io 一回车 它默认的就给咱们开了一个 设计器 这个呢 就是Joe Io的画面 是这样 只要您的扩展名 建成Joe Io 它默认就会被这个插件所打开激活 然后咱们在这里面 可以画咱们各种各样的图 什么图都可以画 完全的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颜色 然后咱们调整一下这个框的颜色 然后咱们再画句型 整个的内容 咱们都可以自己设计 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个比如咱这个框线不要了 是吧 可以去掉 当然也可以加上 这个都可以 然后比如说 咱们看看 这个 MISC 这些一些个插件 咱们都拽过来几个 给大家看一看 没有问题吧 然后加上框线 框线也都是有这个锚点的 可以连接 然后高级的部分 也是有些一个数据库的框 对吧 都没有问题 选中 删掉 都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按Ctrl S 还能够保存到本地 然后把它关掉 再打开 看 咱们刚才设计的内容 都在里面 其实它强大的 还不是这个地方 但您说颜色配置 矿线的配置等等 配置都可以配置 今天我给你演示 就是说 它有多如牛毛的 怎么说 图形库 咱们想做任何的设计 几乎在这里面都能够找到 比如说 大家请看 iOS的设计 是吧 比如说网站 图片的设计 网站叫什么 Site Map的设计 是吧 等等等等 都Cisco的设计员有 这是设计网络的 都可以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您只要有了这套工具的话 您再画任何的流程图 我觉得都是易如反掌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今天就做个视频 推荐给大家 您想画什么图 几乎都能够找到 比如咱画一下 Amazon的AWS 我们看一下 AWS出来这么多 居然还有游戏开发 没有问题 对吧 这都是Amazon里面的 什么Instance实力 EC2之类的是吧 都可以用 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您画图会非常的直观 而且本地保存 本地使用 同时 这个我要给您介绍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如果您要想把它输出成一张图片的话 该怎么做 当然这地方 您可以选择这个嵌入 对吧 比如我嵌入一张图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其实它有一个简单的设置 让您可以把它导成一张图片 该怎么做 我今天就给您简单的测试一下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咱们回到插件的地方 然后点击右键 选择插件设置 在插件设置里面 您找到一个 我看 这个找到一个 这个offline的地方 把这个勾给它挑掉 挑掉之后 存盘退出 这样的话 咱们先存个盘 这样的话 咱们在这个菜单项里面 大家请看 就多出了一项输出图片的选项 这个地方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设计图输出成图片传给其他的朋友 对吧 比如PDF居然也可以 咱们像我比较喜欢PNG 咱们就存一张PNG 行吗 这都是不动 直接输出 输出到哪去 这个地方需要选择一下 我就输出到我的下载文件夹 好不好 点击保存 这我给它起个名字吧 就叫做 I love Joe.io 可以吧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好不好 其实我当时还想做专门视频 给您介绍Joe.io 这不正常有机会吗 下载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已经生成了一张PNG 咱们把它打开 就是咱们设计的这张图片 您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 如果您今后再画系统流程图的时候 您可以用PPT 可以用一些开源的Office 但是如果您通常使用VSCode的话 我极力推荐您使用这个工具进行画图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上传到Git 然后您团队间非常好共享 您要是装PPT 那您所有口段都要装PPT 你要装LibraryOffice 所有人多装LibraryOffice 但是如果您要用VSCode的话 您大家只要装上这一个插件 几乎所有的Team Member 都能够看到您的设计好的设计图 您说不是吗 我认为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提供了多如牛毛的图形库 像安卓设计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所以说 我极力给大家推荐这款插件 您一定要用一用 感受一下这款插件的好处 我再次推荐 好不好 OK 同时这款插件一直都是免费的 这是更重要的地方 好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介绍这么多了 希望您能够对GIO这个服务有所了解 这也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初衷 好不好 OK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下载您也去试一试这个插件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加转发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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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